大家好 我是tc教师 因为有学生同学问我材质应该是怎么来调整 包括怎么创建一个新的材质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行录一个课程来讲材质 但大多数情况下 因为我们从网络上可以获得大量的材质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app叫做 叫quixer的mix 还有一个quixer的叫做quixer bridge 这个可以获得大量的免费的材质 所以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去一下 之后我们会讲一讲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来怎么来调整一个 或者是创建一个新的材质 我从最简单的讲起 首先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专门用来放材质 materials 好 一定要记住 记住这一个英文单词materials材质 首先我们创建最简单的材质 就是单纯的颜色 右键选择材质 我们叫做最简单的 叫做一个红色的材质 red 然后进去 如何来创造一个颜色 几种方式 你呢 可以直接将它提升为参数 提升为参数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学美术的同学应该是相当相当了解的 RGBA这是4个值 好 我们现在需要创建一个红色 那么很简单 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些值 或者是点单击这一个 单击这个来干嘛 直接选一个红色 也是ok的 我们直接选一个红色 点确定 好 最简单的方式 这是我们创建了一个红色的材质球 然后先关闭它 我们可以把这个球 给它 给这个方块 或者是我们 画搞一个球吧 搞一个球体 就看上去会自然一点 好 我们直接给它来个红色的球 好 最简单的 颜色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底下几个东西 这里有个字叫做金属感 Metallic 金属 如何让你的材质看上去更有金属 金属感很强 点右键 提升为参数 这一个参数是一维的 一维的 0就是什么呢 完全没有金属感 我们选择1 可以看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金属感强一点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把它颜色 稍微变一下 变成白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区别 如果为 0.5的时候 它的金属感没那么强 如果0 0 完全不像金属 然后给它一个1 可以看到金属感会强一点 当然你这个地方 也可以来一个更高的值 比如说10 100 但是没有区别 它还是1的金属感 好 再下一个东西 叫做 这个东西 叫做粗糙度 粗糙度 我们这样的提升为参数 它的莫人知 变成0 可以看到0的粗糙度 非常非常光滑 很像一个镜面 镜面 然后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1 你也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磨砂面的金属 磨砂面的金属 然后我们这里来个0.3左右 0.3左右的白色的金属 这样子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有基础颜色 然后调整了一下它的金属感 另外调整了一下它的粗糙度 的一个最基本的材质